女孩嘴里被塞满马内 双眼迷离似乎已经晕了过去 一旁的男人则是拿起画笔 在他腿上飙下记号 随后更是掏出卷尺 先是量了一下距离 然后与图纸比对 确认无误后拿起工具 对准记号狠狠俱响 女孩瞬间清醒过来 他想要开口呼救 嘴里的马内却使他 怎么也发不出声音 男人轻轻地把手搭了上去 还一边十分温柔地安慰着 可下一秒却紧紧攒住他的脖子 女孩拼命地挣扎着 但是很快便没了气息 男人失去了兴致 便返回客厅 网上冲浪再次物色下一个目标 只是这一次不仅未能如愿 反而被骂得狗血淋头 不过他也毫不在意 第二天生活一切照旧 只是走过一个路口后 便被一个小美一把拉住 他开口询问女孩的下落 自己是他的同学 原来就在前一天晚上 女孩合在超市购买香烟 却注意到一旁的小美 便走过去警告他说 不许讲这件事情传出去 而替女孩买单的 正是眼前这个男人 听完小美的话后 男人俯下身 告诉他女孩在他家里 真诚地邀请他去家里玩 还说女孩见到他肯定很高兴 就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 妈妈及时出现了 他带走了小美 转身向他示意 而男人只是处在原地 等到他们上车后 用恶狠狠的眼神看着他们 记下了他们家的车牌号 晚上回到家里 父母正在给小美过生日 他们精心设计了多米诺 给他准备了个惊喜礼物 烟瘾难耐的父亲 却偷偷溜出房间 准备来上一根滑子 却发现在打火机上 女儿留下了不要抽烟的字眼 顿时沉浸在小棉袄的贴心里 不料妻子从后面钻了出来 发现了他叼着的香烟 气急败坏地将他锁在了外面 男人赶紧冲上前去撒娇 就在两人还在小打小闹的时候 屋外已经有人盯上了他们 那人拿起散落在院子的棒球棍 静止走进了房间 这个女人正在洗澡 门把手却突然转动了起来 上一秒还神情淡漠的她 此刻却是一脸娇羞 还以为是那猴急的丈夫 在催促着自己 可打开门后 并没有发现丈夫的踪影 房间也是出奇的安静 客厅的灯也被全部关掉了 呼喊半天更是无人应答 女人来到冰箱前面喝起了水 浑然不知背后有人靠近 借着冰箱的余光 看到了倒在血泊之中的丈夫 随后若有感应似的回头 身后的男人却是让他静生 女人害怕地跌坐在地板上 男人便一棍打向了女人的头 随后抓起她的头 狠狠地砸向桌子 女人则是趁机按下警报器 男人一棍将她打晕了过去 丈夫和女儿则是当场去世 只剩下女人被送去抢救 侥幸存活了下来 两年的时间里 女人无时无刻不想找到凶手 甚至经常错将路人认错 不过她也不是没有一点头绪 她逛遍贴吧论坛 在里面发布公告 公告的内容 只是想要购买一款年的打火机 而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当时在昏迷前看到 凶手顺走了丈夫的打火机 电脑弹出一个对话申请 女人并没有急着回复 先是锁定IP地址 随后将信息记录下来 在与卖家聊天的过程中 让女人逐渐看到了希望 而丈夫的打火机上 女儿也刻下这么一句话过 女人此时心乱如麻 不得不抽自己来冷静下来 对方却如同发现了端倪 立马下线了 女人立刻明白 眼前的人极有可能就是 而光靠自己是报不了仇的 随后女人找到当年主治医生 因为自己是稀有血型 自己的血液器官被很多人需要 她可以无条件捐出去 而需要他们先协助自己报仇 当然自己需要的人也比较特殊 按照女人的要求 医生找到了这么些人 武力至报表的马叔 收集情报能力一流的小美 技术能力超强的大叔 在他们的协作下 很快抓到了嫌疑人 女人掀开面罩 却发现眼前一脸猥琐的男人 并不是当初的凶手 她至死都不会忘记凶手的长相 在女人的威逼下 她交代出了打火机的来历 上周在驳车的时候 一个乘客落在了车上 被她捡到了 她准确描述出了乘客的长相 和记忆中的凶手完全吻合 女人把四个帮手全部约在一起 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惨案 全部告诉了他们 自己则会在大仇德报后 捐出器官和血液 供他们救助自己的家人 他们被女人的话给打动了 决心一定要帮助女人抓到真凶 透过出租司机提供的线索 小美从一家咖啡店 找到了当天晚上的消费记录和监控 女人很快锁定了目标 接下来就是如何找到男人了 她将名单上的电话 挨个拨打了一遍 直到听到了熟悉的口头禅 人或许会改变 但是习惯不会 和记忆力的一模一样 确认了凶手后 接下来就可以展开复仇计划了 这个男人太变态了 先是杀害女孩 随后碾碎她的骨头 加入粘合计 混合均匀后倒入模具中 随后盖上盖子 写上日期与受害者的名字 等待时间一到 模型就制作成功了 而这样的娃娃 男人布满了一整面墙 每个玩偶 都有着相同的记录 也就是说 每只小巧精致的娃娃 都代表着一名花季少女 大厅中间的巨大模型 被她誉为天使 也是她最完美的一件作品 这是她精心测量 找到身材比例完美的女生 用她的骨骼制造而成 男人自诩为艺术家 却也只是一个江高雅 建立在杀戮之上的柜子手霸 女人和大叔找到了男人的住址 却正好碰见了外出的男人 就在他们怀疑是不是认错人时 大叔却突然往后缩了一下 女人缓缓转过身去 男人正恶狠狠地盯着他们 索性玻璃上有涂层 使他看不清里面的情况 还没等女人回过神来 男人又绕到了前面玻璃 幸亏大叔及时带着女人低头 才没让他发现异常 女人偷偷溜进男人家里 在满墙玩偶中 看到了熟悉的项链 那是女儿亲手给他做的 女人极力地伸手去够 却怎么也够不着 男人却在这时折返回来 原来是钱包忘在了家里 而后发现一些异常 就在想要检查一番的时候 大叔摁响了门铃 他假装是个推销员 这也使得男人打消了疑虑 不耐烦地离开了 等到了晚上 大叔折返回来 想要帮女人带走项链 却被男人一下击晕了 等到再次醒来 已经被五花大绑 男人却从他身上的纸条 发现了自己的详细信息 大叔就这么领了盒饭 他掏出大叔的手机 挨个拨通上面的号码 等到了拨通女人电话的时候 两边都沉默了 女人此时也意识到了情况不对 知道大叔已经凶多吉少了 愤怒的马叔独自开车追逐男人 一路从白天追到了黑夜 终于一个假动作 使男人停下了车 双方立刻打斗了起来 但是他的对手可是马神烟 就这么轻易被制服了 他将男人带回房间 就在包扎伤口的时候 却被男人从背后偷袭 一下子就被电晕了 随后打电话给女人 威胁他要解决了马叔 他知道自己肯定来不及回去 于是剑走偏锋 跑到了男人家里 这一下属于精准打击了 这可是他的命根子 男人立刻往回赶 回到家里后 发现了碎裂的玩偶 他不断地开口道歉 以此想要激怒女人 听到动静后 男人立刻追了过去 不料中了女人布置的陷阱 而这时候她也暴露了踪迹 男人抽出刀子准备上前 第二道陷阱袭来 男人也撞晕了过去 小美从暗处走了出来 刚想上前控制住男人 却不料被男人划伤脚踝 反被控制住了 形势一下子就逆转了 就在男人准备下死手的时候 女人开始疯狂打砸玩偶 男人看着自己的心血被毁 止不住地颤动 她不停地开口道歉 让女人停止打砸行为 随后一下子控制住了她 就在男人准备下死手的时候 女人却掏出打火机 连来客厅的巨大玩偶 已经被涂满了油 在男人错愕的眼神中 女人丢出了打火机 火焰先是点燃了图纸 然后整个玩偶都被点燃 背后的翅膀不断地炸裂 就连天花板的玻璃 都承受不住高温碎裂了 熊熊烈火将天使燃烧殆尽 就在男人想要解决掉女人时 火焰烧断了固定的绳索 一朝天使下凡 电影《两个心脏》 借用为艺术陷入疯狂的男人的形象 讽刺了那些为一己私欲 轻易伤害他人利益的人 本期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点点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